欢迎你们来到认知偏差课程 今天是我们的第三节课 135种认知偏差之16至20 在上两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15种认知偏差 今天呢 我们继续学习5种偏差 第16确认偏差 第17一致性偏差 第18结合谬论 第19回归性偏差 20保守倾向 好 我们现在来了 一个个的学习 这5个偏差 现在请各位同学专注和澄清思维 准备好了吗 好 我们现在学习第16个偏差 就是确认偏差 是指人们倾向于寻找 理解 关注和记住 那些能够证明自己 先入为主的观点的信息 那么确认偏差 之来源啊 是由于对信念的期望 而直接导致了 它的产生 当人们希望某种想法 概念是真实的话 他们最终会相信这是真的 那么确认偏差 也就是说 个人从他们对输入的感知中 创建了自己的主观 社会现实 就是从我们感知系统的输入信息中 创建了主观 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现实 好 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如果一位护士认为 在月满之夜时 急诊室的患者会增扎 他将只会在夜满时 关注患者 而不关注其他夜晚的患者 渐渐的 这将使得他错误的相信 夜满其其他业与意外事故之间的关系 大家要注意到是 夜满之夜和缓解人数之间的关系 请大家看看这个例子 那么同学们有没有想到这种偏差的例子呢 我想到一个就是有些人他们认为自己每次出门都会下雨 都说贵人出门遭风雨 他都已经觉得自己是一个贵人了 所以他就只有在每次出门的时候呢 才会观察究竟是不是下雨 那如果每次他一出门一有下雨呢 他就在脑子里面呢 就只记住了 哦这次我出门又下雨了 但是他是没有留意自己没出门的时候 究竟是不是下雨呢 谢谢分给师兄的例子 大家认为这个例子是不是确认偏差呢 分给师兄提出那个例子呢 就是说有个先入为主的观点 就是贵人出门就遭风雨 这会导致他只关注出门时有雨的那种情形 而出门时没有雨的情形呢 有阳光啊的情形就忽略了 谢谢分给师兄的例子 这个也跟我们上次提到过 那个注意力偏差呢 有点相近 就是说也有四种那个范畴的逻辑在里面 一个呢 就是出门的时候呢 也有雨或者没有雨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记住或者认为某种情形才是常见的或者正常的呢 就会产生这个确认偏差 或者一些注意力偏差了 注意力偏差就是 不行放送的时候 它产生注意力 它整个是被动的 它是主动的去把注意力注在某一方面 这个就是跟上一次这个 注意力偏差的分别 注意偏差它没有故意去找 这些事情的 这个绝印偏差它是故意去找的 对 它就跟踩樱桃是差不多了 比如说它迷去 就先想事行 咒语啊 祈祷啊 念过阿弥陀佛之后啊 事情就好转过来 但是他就故意的把每一次 他念到阿弥陀佛 他就把这个 把事情转好的时候 他就继续 然后没有效果的 他都不注意 而且也没有找到其他的信息 其他的科学证据 去证明 一种乞讨啊 或者是咒语 是没有科学证据 他不去找这些东西 他只听这些 验咒啊 咒语啊 然后好过来啊 这些 他只找这些资料 是故意去找一些资料 嗯 这个才是 绝印偏差的意思 他就说 你是不是有补充 对 我觉得这个注意力偏差 他是先有注意力偏差 然后才因为这个注意力偏差 得出一个不恰当的结论 但是这个确认偏差呢 他是先自己的心里面 有一个目标结论 他才去采取那个注意力偏差 嗯 来得出符合他 目标结论的一个证据 对了对了 结果说得好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到 教授跟桓松那个补充 就是有个先后的问题哈 这个确认偏差就是先入为主的 嗯 好教授 有很多科学家们 都有 确认偏差的 就是有一些科学家 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理论了 有一个结论 他就不停的找资料去积枪他这个 理论或者是结论的 其他反对他的资料他都不找不看的 只是科学家的绝因偏差是很重的 好教授 但是他们是不是有时候认为那些是他自己特有的灵感啊 或者是积绝他以为是积绝爱 所以呢我要坚持这样子 他们他们自己认为有足够理由 但是通常都是不看别人的颜色 或者是看啊 也不认为别人的颜色有价值 好谢谢教授 好 这种的补充 江林同学 刚才师兄说的那个是很对的 我刚才想说就是说 很多的男人都说女人不懂得驾车 那么呢 有一个男人就驾车了 我刚刚又看到一个车祸 那个驾驶就刚刚是女人的 那么这个情形呢 他就说哈 是吗呢 女人都不懂驾车了嘛 嗯 是啦 好 江林师兄的例子是说 很多男士认为女士们是不懂得开车 或者开车不好 好 那么呢 他刚好也看到在路上发生的一个交通事故 而那个车主呢 刚好也是一位女士 他就说哎 我的那个观点是对的 女士啊开车都不太好 不懂得开车 非常好这个例子 对 他已经先有一个呈见 然后就确硬自主的情见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例子 好 我们现在来学习上一个偏差 就是一致性偏差 也称为相合性偏差 是指啊 人们倾向于往往仅限于集结测试前提 以假设 而不测试其他可能的替代性假设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解释 一致性偏差 使我们直接跳到结论 并停留在那里 如果你不能想象你原来的想法是错的话 那就是一致性偏差 我们看看例子 第一个例子 你给女朋友打电话 但她没有接 你会突然做出一个结论说 认为她的手指不在身边 你会忽略了其他的假设 比如 她可能在沐浴中 或者在做饭 或者在瞒着其他事情 虽然手机就在身边 但她没有机会接听 但你会突然得出结论 认为你的第一个假设是对的 人们经常会这样做 并没有导致什么坏的结果 所谓第一个假设 就是说你开始做出的那个结论 你说这个例子 就是认为女朋友的手机 无在身边 但实际的情形 有可能手机就在身边 只不过她在沐浴中 或者煮饭 或者其他事情 她没有机会去用手机接听 但我们的这种叫一致性偏差 你会很快就做出结论 而且会坚持这个结论 这就是这种偏差的一个情形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如果你很确定自己把钥匙放在一件外套里 你会想方设法去外套那里找回它 因为你已经很难再想想钥匙还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了 这个例子呢 我想同学们呢 有可能都会遇到 也会经历过 就是自己呢 找钥匙啊 找东西啊 你会仿佛的在一个你认为丢失的地方去找 但其实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 好 我们给了两个一致性偏差的例子 这些例子也很明显 那么同学们有没有讲到类似的例子呢 那我们看看哈 这个一致性偏差的那个定义 就直接的测试 就检查 就是首先显到的那个假设 而不测试 其他可能的替代性假设 大家想想自己平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继续介绍上一个偏差 第18个偏差 就是结合谬论 也称为了核取谬论 是指倾向于认为某些特定条件或者存放呢 比一般的条件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更高 我们看看这个例子 就是认为带家具的房屋比空房更快卖出 而且能卖出更高的价钱 同学们有没有这种认知偏差的例子呢 我给一个就等于好像买屋那样 那些女士们呢 很喜欢去购买的嘛 买衣服啊买成啊 那跟毛一样呢 她看到那个公仔穿的衣服就是很漂亮的 以前呢 她走到那个wreck那里呢 这些衣服挂在wreck那里呢 她看下 她看不上眼 嗯 但是看到公仔之后呢 她就啊 好漂亮哦 那她就上眼了 就上卖了 是不是这个又是conjunction fallacy呢 真理师兄的例子呢 就是说 女士在百货商场看衣服的时候呢 当她看 挂在那个衣架上的衣服的时候 她看不上眼的 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呢 是放在那个模特上面呢 她会觉得很漂亮 她就会想买了 好 大家看看 真理师兄这个例子是不是结合谬论 这个 如果你这个例子的话 真理要反过来说 不是这个顾客的 是这个 卖衣服的 卖一家就是商场的老板吧 或者管理员 他们的那天差了 就是 她在模特上的衣服 比单纯的用 把它改成 模特穿上那件衣服 会比普通挂在衣架上 更容易卖出去 嗯 就是认为 把衣服 低可能性被低估的一种特定思维状态 这是回归性偏差的定义 人们对直端 人们对直端情况 采取行动 当情况变得不烂摩直端时 人们会认为行动有效的促成回归原点 而更可能的解释是 其极端情况 就是说 那个 风质啊 或者很低风质的那个情形呢 会采取行动的 而当情况变得不辣摩直端 就是很平常的时候呢 大家就会认为呢 是自己的行动呢 去促成这种 平均水平的回归 但其实呢 是一种自然的回归来的 而不一定是你的行动促成的 这就是这个回归性偏差的一个意思 好 我们看看这个例子 空军的一名教员声称 当他批评学员 执行命令飞行表现不好后 学员在第二次是非中 总是做得更好 教员认为他的寻导啊 是学员改进的原因 这是一个飞行员 在训练过程中的一个例子 好 然而 如果你在某一次行动中 表现真的很差 那么下次你很可能会做得更好 即使你什么也不做去尝试改进 就是说 就是某一些行动啊 你表现的很差 其实是很小出现的 他出现的概率很低的 大部分时候呢 其实你表现的不会那么很差的 所以呢 即使你不去做尝试改进 或者你的教员呢 没有批评你了 其实你上一次呢 也会自然做得更好了 那么这个例子呢 就说明这个回归性偏差呢 会使得你了产生一个误解 以为是自己做对了一些行为啊 或者怎么样啊 好 请同学们举出回归性偏差的例子 所以郭世忠 我的例子呢就是 我的五个月大的女儿 她哭得很厉害 然后呢 我就跟她说道理 哎呀你怎么哭啊 哭也是没用的啊 要笑一个 然后呢 她哭着哭着就 就不哭了 我们可能认为呢 我们跟她说道理呢是有用的 但是其实呢可能是她已经哭到累了 然后就不哭了 谢谢张吉师兄的例子 对这个例子是非常好了 我也举一个例子吧 不够例子我们学不到的 对 比如说我从来没有炒过股票 那我一月份呢 我就买了两个股票了 然后两个股票都亏本了 那我二月份我就看到很多炒股票的机器呢 怎么去炒股票 然后三月份我又买两个股票 也一起啊 这个两个股票我都赚钱了 那我就因为我学得很好了 那这个例子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了 比如说我从来没有买过股票 一月份我买两个股票 两个都赚了 然后二月份呢 我又去读一些 怎么炒股票的机信 然后三月份我买了两个股票之后 我就两个都亏了 然后我就认为啊 这些砖砖门呢都是无说八道的 因为我看到他们我才会 以后我就上升自己的运气就更好 这些例子就是呢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对 谢谢教授的例子 因为呢在股票中呢 我们知道一些股票的股价呢 他在长期的一个波动中呢 他其实是有一个平均的状况的 而且大多数是平均的状况 很高啊或者很低呢 其实是不太常见的 教授的例子呢就说明 我们呢就说在经历了很高 或者很低的情形之后 做了一些行为 比如说看书啦 或者接受人家的意见呢 后来呢就出现 那个平均水平的情形呢 就认为是自己做了 这些行为的一个结果 但其实是没有关联的 好 谢谢教授和分体失踪的例子 第二十种认知偏差 保守倾向 是指新证据出现时 对既有信念的修正幅度不足 我们看看这个例子 乘客对西级说你下雪天在高速公路上跑每小时120公里是很危险的 西级就回答说我现在跑每小时100公里呢应该是安全的 当然实际的情形呢跑在下雪天跑100公里呢还是属于危险的范围 就不足以呢使乘客产生安全的这个信心 就说司机提出那个新证据呢 对既有信念的修正幅度是不足的 好 请同学们举出这个保守倾向认知偏差的例子 好 实际我想到一个一对男女朋友到餐馆去吃饭 然后那个男的一下子看餐牌就想点了五个想吃的菜 嗯 然后那个女的就说我们才两个人吃五个菜会不会太多了 然后那个男的他就想了想嗯他就说那行了我们叫四个吧 对那其实他是因为他已经想好了有五个想吃的嘛 都看到都很想吃的 就说把五个改为四个他就认为应该吃得了的哈 对这个也是保守倾向的那个好例子了哈 还有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经常就说 关于喝酒就说大家很高兴就每人带了一瓶酒 然后他就觉得不会喝醉 有人提出啊喝这么多酒会把人喝醉的 他们就改成比如说啊我们就每人喝半瓶吧 哦还有一个你说喝酒啊嗯就是吃饭啊他都人家给你倒酒 本来是说哎呀我不喝了我不喝酒了嗯 然后人家基本上哎呀喝点吧喝点吧就给你 就倒了三分之一杯啊嗯嗯 那就本来是不喝的又变成喝了 然后喝完三分之一杯马上又给你倒个半杯来了 对就说不是真的一点啊是不少的一点啊 谢谢Frankie失踪的例子 其他同学有没有例子呢 那没有没有的话我再举一个例子 给大家都学的好一点吧 老婆对老公说呀 你每个月去五六次倒床啊堵床啊 你想让我们倾家上场吗 老公就说好了我现在每星期去一次吧 对 那么我们到现在呢已经学习了二十种偏差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 第一种偏差是模糊效应 第二种是锚定效应 第三种 疑人化 第四种 注意力偏差 第五自动性偏差 第五六 可得性 择思法偏差 第七 可或性成叠 第八 力火效应 第九 从众效应 第十 基本比率谬论或 基本比率忽视 第十一 信念偏差 第十二 偏差满点 第十三 拉拉怼效应 第十四 选择性知识偏差 第十五 剧类模式偏差 第十六 就是今天学习的 确认偏差 第十七 一致性偏差 第十八 结合谬论 第十九 回归性偏差 二十 保守倾向 我们 上节课已经学了 二十个偏差 内容是比较多的 我想请问一下教授 之前学那个妙论的时候 我们 知道有三部曲 这个一个结构 还有是否妙论 然后第三部就是他的 那个 前提的内容 现在这些偏差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应用在第三部里面去的 不是 还是第二部啊 对 这个认知偏差 它其实是说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太过于片面 没有考虑到整个问题的全面的可能性 那就是 也就像妙论一样 如果我们在第二部发现 它是一个认知偏差的话 我们就直接就不用理会第三部了 是啊 好 谢谢教授 谢谢 非常给师兄 你的这个例子 好 我们现在复习一下 就是说 分析和验证认据呢 是分三个步骤 第一个 先看这个认据的结构 就说该认据是否有前提和当个结论 结论呢 只能够有一个 但前提呢 可以有一个或者多个的 如果没有拒绝该认据 就是说 它的结构不对的话呢 我们就拒绝它了 可以反驳它了 那么第二呢 就是该认据其中是否有任何逻辑缺陷 比如谬论 认知偏差 如果有 拒绝该认据 我们学习过的谬论 和现在学习的认知偏差呢 都属于第二个步骤中的一个检查工作来的 就属于检查是否有逻辑缺陷 换言之呢 逻辑缺陷呢 是包括谬论和认知偏差的 好 然后第三步呢 再检查通过了上面两条之后呢 再检查前提的这个背景知识了 看那个前提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是需要你去做研究和分析的 这种判断需要拥有对每个前提类的主题 相关的背景知识 对某些新知识呢 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探索研究 你充实你的背景知识 比如说去手说资料呢 或者请教一下方家呢 就属于第三步的工作了 谢谢 谢谢安吉师兄的这个问题和补充 好 那么同学们 对我们这个认知偏差的课程 还有没有一些变异呢 为什么我们人类的课程怎么难学得好了 因为他们本来这是我们的盲点啊 我们学我们的盲点是很难学得到的 对 所以这个是很尽强的 我们学不好是很尽强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偏差啊 所以还是不容易察觉到 那现在提出来 他的小我还是反复过来的 对 也就是说克服我们这个小我的盲点或者障碍是不容易的 就是说已经知道有偏差这回事 而且很有可能发生在自己啊或者自己朋友身上的话都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现象 说明我们的那个警觉性呢已经提高 对 所以这个也是明心的一部分了 嗯 而且是很细致的明心啊 很细致的明心就发现我们思维中的那个逻辑 缺陷 好 所以我们的课程呢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能够帮助我们 很少误会啦 误解啦 从而呢更好的去求真理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都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教授和各位同学的参与 谢谢